从空中俯瞰 东港溪水面一片漆黑 和旁边的养鸭场池塘 形成强烈对比 旁边都是有一些畜牧场 它就是非常非常的密集 屏东是台湾的养猪大县 产值占全台四分之一 当地畜牧场遍及东港溪沿岸 东港溪的污染 其实占最大中占七层的话 是畜牧污染 西面漂浮着无数个黑色物体 都是牲畜粪便 豊塞药水那个沼气 那个液气太热 鱼受不了没有那个氧气 所以来冰屁 鱼翔鱼 养猪的过程里面 为了促进生长 也会有一些药物 抗药性的基因就可能 传播到环境里面 鱼有在放水 这边都一早就超重的 这一管是它的养猪肺水排出来的 还是这么黑 一般它们排出来的 应该是干净的 这些黑水是业者用水清洗 动物排泄物 夹杂的高浓度有机肺水 虽然说有养分 但是其实对稻田来讲 它的淡肥也是很高 也不是很好的事情 稻子都会倒 东罗西长34公里 行津彰化9个乡镇 畜木污染遍及整条河川 不论是畜木原水 还是处理不完全的废水 夜以今日的排入河川 引起生态失衡 这片广大的布袋帘 覆盖了彰化东罗西 中上游的河面 究竟这些外来种植物 和旁边的畜木叶有什么关联呢 但跟淋过高会是有氧化的 鸟类摄影师谢文游 用镜头捕捉生态之美 但美丽萌成了 就是水质被污染之后 像保育类的采域 还有冬后鸟的田域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我们的高桥鸟 它的数量也减少了 台湾西岸从南到北 几乎被畜木污染包围 如今连东部地区都沦陷 去牛废水直接排进灌溉沟渠 农民用手机拍摄自立救济 都直接放在田里 田里那个整个臭味 附近的工作都很难受 下游还有人一直要用到水 根本就没有办法使用 猪牛的畜木污染以水源为主 而积鸭鹅的畜木污染偏向空气 这个就是燕层 很臭 养鸡场的围犁蒙上厚厚的粉尘 因为它会晒那个鸡粪嘛 鸡粪的那个烟尘都会飞过来嘛 蔬菜的话就整个被它盖住 悶死掉啊 它的污染太严重 那时候种稻米种菜都种不起来 只好种火龙果 菜喝得了 这里是云林县大皮乡的一处养鸡场 占地有七分大这么大的面积 业者在四周架设起重重的铁皮建筑物和围犁 让附近居民无法看到里面运作的情况 不过却在场外架设了多台监视器 随时掌握环保人员和居民的行踪 那里面有什么 风气污染啦 水汽污染啦 我们当初就很烦必要让它扩建 去牧场越盖越大 污染源越来越多 如果这个机场它有 旗扭感这个病毒的话 透过这样子运输粪便的过程 就沿途去做散步 希望只是说政府 让它的合法 可以来感受 解释环境污染的这个问题 诸多污染来自株式种种 追根究底是全民肉食的代价 但环境的付出成本 不只是周遭居民率先承担 也是生活在同一块土地的我们 必须面对的苦果